花联文化局图书总管兴建计划最快将在今年底发包 为了让乡亲共同探讨图书馆的新方向 花联文化局和台东生活美学馆共同主办 大风吹吹起东安阅读 图书馆阅读主题论坛 在花创园区登场 七个场次邀请了文化图书相关领域的人士分享 希望打破图书馆只有借书还书和安静看书的刻板印象 花联系文化局图书总管兴建计划 备受各界关注 预计将在今年底完成发包 为了让往后业务推行 更加贴近不同月中需求 花联文化局和台东生活美学馆共同主办 委托就是你的工作室 范里大风吹吹起东安阅读 图书馆阅读主题论坛 四月中开始在花创园区开跑 首场邀请台中市府文化局副局长施纯福 分享从高雄市总图到中南部广社图书馆 跨域结合新风貌的经验 我们过去在台湾 我在高雄盖了新总管 那目前也在台中 我们台中绿美图 也就是美术馆跟图书馆的新建 那我们希望呢 将这些过去的一些个案 来跟东部的一些好朋友 包括图书馆界的同道呢 来分享 那希望有一些过去的一些经验 可以让花联 未来在新建新总管 可以有一个参考的一个 这个范例 那我们希望台湾的图书馆事业呢 都能够整体的进步 那让更多的花联 这些市民朋友 包括花联的子弟呢 有更好的阅读环境 五月八日十二日 在花联文冲园区 15日在中区功夫堂厂 21日在南区玉里进司堂 花联县政府从108年 争取到教育部的一个图书馆 中心计划的3.3亿 结合中花计划的3.6亿 总共有6.9亿的经费 要打造一个花联县的图书馆 总管计划 那为了能够多争取地方民意的声音 听听看大家对于未来花联 总管的一些想象 以及符合我们在地的需求 我们特别规划了一个打风吹 吹取东岸阅读的一个 主书馆的主题讲座 那我们知道台中市政府 这几年在推台中玉里图 这个一个大的工程 这是结合美术馆 跟图书馆共构的一个大计划 那这个工程也在108年順利发包 那现在工程在进行 预计在明年会完工 那这也是群台一个首例 是各线市一个观摩学习的典范 那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 师傅局长来亲生献认说法 如何去结合跨离 去打造一个图书馆新风貌 也希望借过这一次的 亲生的说法 让花脸的乡亲能够了解到 其实图书馆不只是走 传统的图书馆 只是一个读书借书的地方 其实它应该因应时代的变化 然后能够导出一个符合 在地民众的需求 去打造一个全新符合 在地人需求的图书馆 主题有探讨当代潮流电子书 疗愈身心的疗愈书目 也有针对青少年以法组等 安排推广主题阅读 并邀寄北投图书馆 大洞艺术图书馆等 国内图书馆经营人员分享经验 或者从建筑设计角度 看未来图书馆的角色 即日起至5月23日 也在花仲园区17栋 规划静态图书馆主题站 其盼能让花莲乡亲 认识图书馆的多元经营模式 并想象花莲先例图书馆的未来 接着让芒叶华联系报导